与微软展开云技术合作,大手笔收购FlipCarrity京东的合作持续深化,逐度高调举动显示了沃尔玛进一步拓展在线零售业务的决心。 不过,从之前的表现来看,沃尔玛在电商领域并未取得显著进展,不知此番在微软的加持下,沃尔玛能否取得重大突破? 亚马逊为什么要在供应商面前诋毁我的云技术?沃尔玛,我哪有,我只是向他们推荐了微软。 沃尔玛和亚马逊在零售界的战争几乎无处不在,像这样互相恶心的情况在平常不过。 比如最近,正值亚马逊一年一度的prime会员日,亚马逊在创新高,创造了超过10亿美元的销售额,可谓风光无限。 在如此高光时刻,沃尔玛却也不失实际的牵起了微软的手,狠狠秀了一波MI,据海外媒体日前报道,沃尔玛与微软签署了为期五年的合作协议,主要涉及人服务,积极学习等技术在零售领域的应用。 可以说,二者的合作意图非常明显,那就是组成抗亚马逊统一战线,从而联手制敌,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沃尔玛和亚马逊,一个是传统零售巨头,一个是在线零售巨头,并且双方都试图向对方的优势领域渗透。 然而,作为全球老牌零售霸主,沃尔玛的市值却远低于后期之秀亚马逊,而这一切都要隔功于后者在电商领域突飞猛进的增长。 根据eMarketer在本月初发布的数据,亚马逊今年在美国在线零售的市场份额,预计会从去年的43.5%上升至49.1%,而其竞争对手一辈只占6.6%,苹果为3.9%,沃尔玛仅有3.7%,对于在线零售这块蛋糕,沃尔玛纪律已久。 但因为相关经验和技术的匮乏,沃尔玛深知,仅靠自己的力量无法抗衡亚马逊。 再来看微软,云计算是微软与亚马逊之间为数不多的竞争领域之一。 在亚马逊的众多业务之中,原服务只能算其他业务,当该业务年收入却达200亿美元,致使亚马逊成为云计算业务领域,名副其实的领导者。 而微软则区之第二,根据CNBC在4月份引述的Cinegy Research Group的数据,在全球IaaS市场,亚马逊旗下的Amazon Web Servers,DWS,占据了33%的市场份额,而微软旗下的Asia则为13%。 事实上,今年来,微软股价的持续飙升很大程度上,是基于其云业务的增长。 仅在今年,其股价就上涨了45%,并在上周二创造了106.50美元每股的历史新高。 面对亚马逊的咄咄逼人,微软急需寻找突破口,进一步拓展起云计算业务的市场份额,做上行业第一的宝座。 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,沃尔玛和微软的联姻。 看上去,更像是亚马逊天城。 此前,微软Files to Yama Geller在接受华尔,接日报采访时诚,两家公司与亚马逊之间的竞争关系,是新合作伙伴关系的绝对核心。 同时,二者在零售领域的优势互补,也为双方在今后进一步扩大合作范围奠定了基础。 我为优势互补提速创新,从全球范围来看,很多电商企业都开始采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技术,用于处理后菜运营过程中一些单调发威的任务,以去保更流畅的订单处理和支付,有化货品配送,减少人们失误。 从而全面提升客户体验,沃尔玛自然也不例外,他希望打造更先进的零售系统,为全球各地的供应商,合作伙伴,以及数百万客户提供便利。 同时,为了与各大电商平台展开竞争,沃尔玛也一直在积极地进行数字化转变。 此外,随着全球化脚步提速,沃尔玛旗下多个领域,都需要进行无风整合,而借助微软的技术,沃尔玛可以更高效地实现这些目标。 对沃尔玛而言,这一切并不只是为了节省客户的时间和成本这么简单。 如美国银行分析师Lobotum所言,沃尔玛在技术方面的积极投资,使其成为美国市场中最具优势的传统零售商之一。 预计本次合作能让沃尔玛在线零售收入实现40%的年增加目标。 事实上,在过去几年里,沃尔玛已经在采用微软的技术发展自己的云计算部门,而通过本次合作,沃尔玛希望利用微软的AI和机器学习算法,在持续扩大在线产品数量的同时,进一步优化配送服务,降低运营成本。 而根据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,沃尔玛会将WALMART.COM和SAMS CLUB COM中的大部分应用转移至微软的云形Tazer,其中还包括一个基于云技术的收银系统。 沃尔玛在全球各地的员工都会接受必要的培训,以便学习使用这些新技术,以提升工作效率。 从微软方面来看,一直以来,微软都在线零售商证明其数据和技术力量,无论在库存,预输还是网购领域。 而且,微软正在推出一项新技术,以对标亚马逊的Main Founder无人便利店所采用的自动结账技术。 在Main Founder客户进店时只是扫描他们的手机,以确认身份和账户。 而离店时,店内的相机和传感器会感应他们购物之中的物品,并自动结账。 此外,微软还与Main See百货合作开发了虚拟网购助手,并与马士银银铁Majrinks合作打造智能式自动放卖机。 至于,本次合作对微软带来的利好也是显而易见的。 沃尔玛抛来的橄榄汁会在零售界产生强大的广告效益,相信之后会有越来越多的零售商选择与之合作。 沃尔玛CEO董宁伦在就在日前的一份声明中表示,无论是与我们的原平台结合,还是利用机器学习及人工智能,以提高工作的智能化程度。 我们都相信微软是一个强大的合作伙伴,在其主、费下,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升我们的创新速度。 不过,除了沃尔玛,微软还在上周宣布了与通用的合作计划,后者会在其工业互联网平台Predx中继承微软的云功能。 不甘做线下巨头的沃尔玛事实上,沃尔玛并不是第一次高调拉拢亚马逊的竞争对手。 今年5月,沃尔玛宣布质自160亿美元,收购印度第一大电商,同时也是亚马逊在印度的最大竞争对手。 Flipcat 77的股份,尽管在过去两年里,Flipcat一直亏损不断,只能靠不断融资,才能勉励抗衡亚马逊。 但收购Flipcat不仅能让沃尔玛获得其所需的电商技术,还能为其打开印度电商市场,甚至为其新京东南亚、西亚、非洲的新兴市场,以及部分欧洲市场奠定基础。 与此同时,沃尔玛还与京东展开了合作。 2016年6月,沃尔玛将一号电出售给京东,并换取后者5%的股权。 两年来,双方合作不断升华。 本月16日,京东与沃尔玛联合宣布,双方将加速推进门店、库存、用户打通的三通战略。 计划在今年底之前,全面打通双方库存,是点退出一小时送达服务。 此外,在2016年8月,沃尔玛还耗资33亿美元,收购了电商初创企业JET.COM。 M,不难想象,沃尔玛之后在电商领域还会有更多动作,以形成和为知识。 对亚马逊发起总攻,结束与借助,微软的技术优化线上线下零售运营。 大手笔收购FleepCaret与京东展开深度合作,逐度高调举动显示了沃尔玛进一步拓展在线零售业务的决心。 不过,从之前的表现来看,沃尔玛在电商领域并未实现重大突破,不知此番在微软人技术和AR的加持下,沃尔玛是否能够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? 微信关注公众号董董笔记,每天第一时间为您封上最新最热的科技圈资讯,多年采经媒体经历,业内资深分析人士,圈中好友众多,信息丰富,观点独到,发布各大自媒体平台,覆盖百万读者,小米生态店占地笔记,微信思维,微信力量翻版畅销书的座。